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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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泛泛的指 一个是有所指啊 明白吗 嗯 好的 好的 如果功德 就功德大会让一个人能量很大 充满着能量 那我们在做财布施的时候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把鼠阴的田变成了鼠阳的功德呢 财完全可以变成功德的呀 你布施财不就是功德吗 赵妙啊 铺路啊 印书啊 这都不是变成功德了 嗯 对 好的 好的 赶 师傅 他说财布施还听不懂啊 又没说钱布施了 哦 对对对对 财布施还包括你自己 比方说啊 你说 我今天帮助印一些书啊 它不是跟钱有关系的 对不对啊 它就泛泛的只是财嘛 对不对 哦 对对 是的 好的 感恩师傅 那个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 师傅在人间弘法不容易会有很多阻碍 这些阻碍来自于人的嫉妒心 私心等等 还有的是来自于魔 嗯 那想问就是说 正同修可不可以发愿为您念一万遍或更多遍 十万遍或更多遍解决咒 帮助师傅化解恶缘 保佑师傅弘法顺利 你也用不着帮助师傅啊 你保佑那个心灵法门嘛 化解心灵法门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冤结就可以了嘛 哦 好的 那人家主要是有时候对法门不理解 那化解冤结嘛 大家都理解了不就好了嘛 也不是单单师傅 师傅只不过是在弘扬跟你们一样弘扬这个心灵法门呀 对不对啊 主要是心灵法门 要要能够让大家都能够理解明白 他爱国爱民 他能够帮着社会 帮着家庭好 社会好 帮着国家好 那么这样的话嘛 大家都能够接受了呀 明白了吗 嗯 对好的 那这个祈求词我们要怎么更好的去说呢 就祈求 祈求本身就是心里一种愿力 随便讲啊 你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你组织好的词并不是你心里的话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的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就许了愿 或者说念完了可以继续念 一辈子这么念下去 这是对师父的供养 也是对法门的忽持 对啊 就是这样的 你 你你你一直念下去 一世修成的话 就关心菩萨不是多开心啊 那你们不退转 菩萨是法喜充满的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 是的 是的 好的 师父那个我可以念一个分享吗 是师兄关于就是尊师重道 他的感悟 嗯 可以 这个篇幅有点长 您可以喝点水休息一下 然后我能念这 谢谢你 感谢师父 一位女同修自从她发出仪式修成的大院后 三年来业力大爆发 与孩子冤结大爆发 经济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母亲其他悲业健康出现问题 同修自己有很多的病痛 但她坚信观世音菩萨 坚信师父 坚信心灵法门 坚信师父开示的 觉佛靠三力 佛力 法力 自信功德力 一定会不可思议 她牢记师父说过的话 师父看见观世音菩萨 就增加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因为师父相信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 师父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 一定会帮助我们克服人间一切的困难 让我们离苦得乐 她谨记观地菩萨的开示 尊师重道者诸佛加持也 师父开示尊师重道的话 他经常背诵 唯有尊师重道才能成就道业 学佛人必须有师父 有老师 一个人如果没有师父 没有老师 就像一匹脱疆的野马 就像师父过去讲的鸟一样 精英的飞会累死 不好好的飞会掉下来摔死 每天上香她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她一定做到尊师重道 事实如佛 她将永远忠诚于佛法 忠诚于佛陀 忠诚于观世音菩萨 忠诚于心灵法门 忠诚于师父 她会听话服从照着做 她同时祈求阿难陀尊者 加持她能够更好的尊师重道 她知道 在听师父开誓时 打瞌睡 或者专注于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或者师父开誓时候念经 坐姿散漫等等 都是不尊重 都是不尊师重道的体现 所以她不允许自己犯以上的错误 她坚持许愿108遍一波一波的礼佛 每天早晨第一遍礼佛就是尊师重道的 差回每一天可能会犯下不尊师重道的业障 她坚信 只要尊师重道 就不会抖偏 就不会因业力牵引而丧失信心退转 不会自暴自弃 同修业力爆发后 她说的三年如在刀上走 火上烤过来的 她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在帮她画千古恩怨为使她早消业障 三年来她的梦境先是一贫如己 睡在一个漏水的草棚里的水泥地上 后来梦到有租住的房子了 但是四面漏风 在后来房子有窗帘 最近有同修梦到她 住进了新宜的地标中心建筑的顶楼 师父在2019年11月11时期的变化节目中开始 她因为尊师重道已经走出困境了 师父曾对她说过 她有一颗坚强的恒心 她对师父是百分之百的忠诚 观世音菩萨曾开示 欲成正觉 无伤正等正觉的佛子 必先苦及心智 饶其筋骨 经常人所不能行 忍常人所不能忍 她每每在崩溃边缘时 就会想起观世音菩萨的开示 感受到观世音菩萨一遍一遍在给她力量 坚定她的道心 她有时候也会哭 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就想起师父说过的话 师父允许你们哭 哭完了你们给我好好的活着 哭完了给我勇敢一点 相信观世音菩萨在人间什么都能帮我们解决 观世音菩萨还曾开示 为师必助你们广度有缘 化解恶缘 利益有缘 调集过去生中所累积的福报善德 在这一世功成圆满 修成正果 她知道 功德是天上赐给的无价之宝 在人间唯有发心为众生多做功德 其他一切交给菩萨安排 她经常对观世音菩萨说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因为唯有观世音菩萨 有师父 前段时间有一个毕同修上香时 菩萨给毕同修一年 告诉她有一笔款项要交给这个尊师重道的女同修 三天后毕同修拿到自己的收入 笔合同里多出了一笔 而这笔恰恰是菩萨一年告诉她的那笔款项的数目 于是毕同修把这笔钱送给了女同修 说不让她还了 因为这是菩萨要给这位尊师重道的女同修的 女同修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无私帮助她的同修 因为这笔钱她可以还上银行的一笔贷款 不然银行信用就会受影响 就不能在正常出国参加法会了 观世音菩萨曾开示 凡发心事成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为师必定弥补人间所失 保平安吉祥 化千古恩怨为时早消业障 菩萨和师父说的每一句话 都一一落实在真修实修的佛子身上 女同修感恩三年来 从方方面面帮助她的一切有缘众生 因为同修的大爱帮助她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太多感恩的势力就不一一列举 这个女同修希望凡是能听到看到这篇分享的同修们 都能够生起对佛法 对菩萨 对法门 对师父的恭敬心 敬信心 用坚强的恒心去履行自己的愿力 一定要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尊师重道 事实如佛 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 为原谅 请隆天护法 为原谅 感恩师父 嗯 讲得很好啊 嗯 好吧 嗯 好的 感恩您 这个弟子又针对这个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弟子手则第一条就讲到 作为卢台长的弟子 希望您忠诚于师父 并专一学习师父所传的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文 这个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拜师的时候 我们就承诺会遵守弟子手则 是不是等于我们在 就已经取消了 尊师重道 已经誓言了 这就是誓言呀 嗯 嗯 也就是拜师就是已经取愿了 对啊 你不你拜师的时候 你讲了这个 你不是 你否则否则什么叫愿力啊 这就是你的愿力啊 嗯 好的好的 嗯 那只要我们做到了 就像观地菩萨讲的 尊师重道者诸佛护持也 对啊 肯定的肯定的 嗯 很多人尊师重道的人 平平安安的 这是什么大事情来了就解决了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那个这个同修呢 他就他提到 他祈求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呢 是尊师重道第一 呃 这个女同修祈求阿难尊者 那么别的同修可以跟他一样这么祈求吗 祈求阿难尊者 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呃 不要最好师父 师父没有讲过的事情最好 没有开始过的事情最好 不要呃 自己 啊 因为菩萨很多嘛 因为每个菩萨他有自己的弟子啊 有自己的法门的呀 对对 每个啊 好的好的 哦 哦 感恩师父 那个你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周一的秘书处解答的时候呢 有个同修说他们被人下降头 然后就有别的呃 师兄就是建议他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求观地菩萨 还有中魁菩萨 然后您就说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中魁菩萨和观地菩萨管的不一样 那您详细开示一下可以吗 就中魁菩萨管地菩萨的呀 嗯 嗯 他是抓鬼的呀 但是 但是这个观地菩萨是天上的呀 天上的护法呀 每个地方 护法很多呀 对不对呀 哦 你举个简单例子吧 你就是 你就比方说你这个 你这个警察他也有管哪块地哪块地的呀 对不对啊 你不能 你不能这里管到那里那里管到这里的呀 嗯 哦 所以我们的法门基本上都是 在观地菩萨在护法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比如说像我们学佛人 就是可能有的人时常有灵性啊等等 其实都是这个 观地菩萨都可以呀 观地菩萨 因为我们是求菩萨在化解呀 有的嘛是 有的比方说地府的 有的人就 他就 他就是求中魁菩萨啦 什么来帮忙啦 就是这样 哦 明白了吗 好的 嗯 师父那个 等一下下个问题稍等 嗯 师父我可以分享一个简短的科普小文吗 就几句话 就是关于鼓掌好处和笑的好处 就是中医认为 那个鼓掌是一个特殊的推拿法 它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锻炼锻炼大小脑的协调能力 使五脏六腹 五脏六腹能够运动起来 五指连心 经常鼓掌可以锻炼心肌肌能 心脏肌能 手上有六条纠落和许多穴位 每一次鼓掌都会刺激穴位 对呀你看看 你看看跟师父讲的一样不啦 嗯 对对对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看到这段话 我就觉得非常感恩师父 师父用苦良心啊 就一直鼓励我们要多鼓掌 嗯 鼓掌的话你自己开心啊 你不开心你会鼓掌不啦 嗯 讲到你心里的话就是把你心门打开呀 心门打开你才会鼓掌啊 傻丫头 嗯 没办法 对这个鼓掌其实激励自己 同时也能带动大家的氛围 就让别人都开心发誓 对呀 那其实可以说就是鼓掌 其实也是一种无畏不失 对呀 你比方说你说你为别人好的事情鼓掌 你说你有功德不啦 有 好啦傻姑娘 嗯 好的 然后还有那个笑也是特别多的好处 就让身心更愉悦 炎炎益寿 还婚姻更幸福 哎哟笑是不得了的 笑得出来的话 笑得出来的话你就是弥勒佛了 很多人根本笑都笑不出来 你叫她笑了 笑出来比哭还难看呢 很多女孩子长得蛮好看的 到最后 到最后变成什么样了 对不对啊 嗯 到最后那么这么好看的脸 那么整天不笑的 你说说讨厌不啦 嗯 是的 嗯好的 那个就在法会上有个有一次啊 有个探头龙的环节 有个佛友他喉咙不好 但是他一直绷着脸不爱笑 然后您就是后来讲一个笑话 就是他试图让他开口笑 后来呢就是他他笑了之后呢 台下呢有一个同修他有天眼 他就看到那个佛友张嘴笑的时候 一股能量进入他的嘴巴 把他的那个喉咙里边那个不好东西拿掉了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同修他私下分享的时候 就觉得我佛教师师父您太慈悲了 非常非常感恩您 知道就好了 师父是 师父教教育和关心你们 真的 我师父讲去心里话 我是用无微不至来做的 对 您就是帮了很多很多同修都没有讲的 我都不讲的 有什么讲的 你帮了人家好了吗 就好了吗 又不是目的又不是为了告诉别人 你让人家开心了就好了吗 对对 那个笑的话是不是也能消夜呀 消夜消的可大了 那个我就是上一次我2017年来到悉尼的时候 我当时打通电话师父说一个业障比例 一个星期后我们有从那个腿里边抽出了四条虫子 然后您的法身过来跟我说 然后消了6%的业障 因为拔掉这四条虫子 后来我就想是什么原因 我想来想去可能就是因为当时非常开心 每天都特别洒气 对啊 然后真的是心无怪 对啊你想想看怎么会 怎么会不开心啊 我们做人我们做人真的很开心 因为为什么呢 你既然已经做人了你就要把人做好 你就开心了嘛 对不对啊 你要你要叫人解脱呀 这辈子主要是解脱呀 明白吧 嗯嗯嗯 对对好 我们要叫开心的活着 那个师傅还有说 您以前说过就是 呃零性会从嘴巴和后脖子就是进入 那我就是我所以我们打发现的时候要捂住嘴巴 一个是因为不哑观 还有一个可能会有不好的气场进入 那同修他就发现有时候我们在仰卧 呃做着仰卧睡觉的时候呢 嘴巴会张开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危险啊 就是说会不会有不好的动作 当然不好 这不好看的 哦对啊 所以你说那你说那一个女人整天嘴巴张的多难看了 嘴巴张的嘛 不是不是不是想吃东西嘛 我就是就是想讲话呀 讲过去说过去女孩子古时候说女孩子笑不露齿的啊 哦啊 你开什么玩笑 现在笑得来连小舌头都给人家看见了 哈哈哈 那那那我们这女同修还可以大笑吗 可以啊 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啊 好 现在你又不是杨贵妃了 杨贵妃那时候胖的呢 现在胖的跑出来没人说她好看的 嗯 好的好的明白 那那个我们大笑的时候嘴巴张开了 不会有说有不好的气场进入吧 除了师傅加持之外 你你我问你你笑的时候气是往外还是往内了 哦明白往外的 笨的笨的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感恩师傅 啊 那个我就先不问了 然后有个同修想跟您说说说说一句话 很深稍等 嗯 师傅你好 嗯 是我我还在你这里 哦 你好好好好改毛病啊 啊 啊 是我吗 对啊 你的毛病是什么忧郁啊 你不知道啊什么 那不是我 不是我 我说你什么事情想的太多 哦那你 不是不是 不是我 我是上次 11月1号打通电话的 我是上次来80天住的 不是长期在这里的 你你连我讲话你都不相信 你还你还 你还跟着我学什么 那 你连不你连自己的毛病都不承认你还跟我讲什么话 我跟你说你跟我一讲话我就知道你的气场了 你不承认有什么用了 听得懂吗 哦 好的师傅 自己毛病这么大 对 没办法的 哦 他不是我不是我 是你家里的人 哦 哦 对对对不起啊 你记住了 他没好好修 他刚刚开始修 他他这个 他这个想法很多的 他这个人整天想想想想想想的太多了 我在帮他开心灵了开起心灵了 他他根本不知道的 嗯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毛病 刚刚学佛的人一般的都不承认的 啊我没毛病啊 我很好啊 我又没这样 嗯 自己的毛病自己不知道 否则看医生干嘛了 嗯 好的 感恩师傅那个我会转告给他的 好感恩 那个感恩 做师傅的务尔北法会圆满成功 就做功能有缘重生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那你记住了不要随便乱度 度人要有缘分的明白了吗 哎 好的 再见 好感恩师傅提醒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 台长你好 你好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自己的夜上自己悲 啊 讲吧 哎 台长今天是问问题哈 是啊 啊 我想问一下台长 因为那 上次我打通图腾的时候 台长跟我说我的父亲在一节天哈 然后那天我的秘密遇到 梦见梦见我的父亲哈 就是啊 呃 一个影子是属于透明型的 常常的影子 然后下来 很像交代我妹妹一些事情 然后 呃 身后还有一个影子 也是透明的 我是想请问 是不是 说是我的父亲下来了 还是什么哈 是啊 天上的椅子也是透明的呀 是的呀 哦 天上的影子也是透明的 啊 哦 哦 这样不是说他下来了哈 哦 天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透明的呀 哦 这样他应该是因为对 呃 有一些牵挂所以下来了 不一定的 他也没什么下来 他 因为 你做梦看见他了 看见他了 他没看到他 他只是呃 看到他是一个透明的影子 啊 那他也不一定来看你的了 不是 因为他他他他交代我的妹妹一些 呃 关于我弟弟的事情 啊 啊那是下来了 下来 嗯 下来会上去的 这种下来是 关照一些事情 那不一样 嗯 然后他觉得他很匆忙哦 很匆忙 这样就很极强 人家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多留 多呆留这样 就要赶快交代完了 就赶快要走的感觉了 是啊 他回天的呀 时间很短的呀 哦 你想要把人间一年天上一天 你在人间 稍微稍微多待一会儿 天上时间都没 一秒钟 说不定他几秒钟下来一下 嗯 哦感恩感恩 关心不在 因为我就担心 因为我现在还在跟他念着他的小房子 嗯 所以我妹妹 他就跟我妹妹讲 耶 他说 叫叫我的 因为我弟弟的太太 他是基督教徒 信耶稣的 所以他就交代我的弟弟说 要稍一点 多一点脖子 金箔 我就吓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本身还在跟他念他的小房子 我就以为他下来了 没有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台长 你可以帮我解梦想吗 昨天我做梦 今天早上梦见 梦见我在点小房子 然后小房子 小房子我在点 然后我就 下面我就放着一个信封 那个信封是点小房子的那个 点好的小房子 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会打电话 问一个人就说 哎糟糕 师兄我想请问 因为我的那个小信封里面 已经点好的小房子在上面 但是 我就在那个信封上面 点我刚刚念好的小房子 请问我那个小房子还可以用吗 但现实生活中我没有这样做 这是因为我点小房子 有什么要注意的 小房子 什么思想集中点呀 三星二亿 不好 哦 好吗 就是说我点小房子的时候 三星二亿不集中 对 哦 感恩感恩 哦哦哦 那台长还有就是我 哎呀我现在突然间 我就想问一下 我之前做梦 梦见两次 就是说告诉 就是梦见两次 就是说跟别人说啦 很羡慕人家家里有 供供东方台的观音菩萨 我家里的是属于白衣观音菩萨 是不是我没有对缘分供 东方台的观音菩萨 不是没有缘分叫你马上供 那我马上供啊 哦哦哦感恩感恩 OK好 嗯还有 呃台长可以跟我感应一下我 念经的质量好吗 因为我现在念经很快的 我很怕我念的不好 还可以的蛮好的 还可以好 嗯那台长 嗯 呃还有就是呃 呃 呃 没有什么啦 好好努力啊 呃台长台长你要好好照顾身体 好谢谢谢谢 嗯 你要好好照顾身体 呃 哎呀好 哎呦我还有一些问题 你知道问什么一下去问去掉 因为我每次要打通俗 很多打不通俗 想起来再问吧 想起来再问 好好感恩观音菩萨 感恩台长 好再见再见 啊台长 就是说一个人的思维啊 一定要清楚 有的时候讲话代表一个人的思维 喂你好 喂 你好 你好师傅 师傅 弟子批起请安了 对不起 刚刚没听到 请讲 嗯师傅 请教几个问题啊 嗯师傅 嗯 因为一位同修 呃 是上个月过世的 他是查到那个 呃 疑腺癌晚期大概只有一个月 哎呃 嗯 上次 呃 有一位师兄打通电话 他在问答里边问过 呃 师傅其实开始 已经很明确 他说 只看他去哪个道 呃 一个月以后他就走了 嗯 然后有三位师兄做到他的梦 一个是做到他在排队 很多人 然后他 他 他和另外一师兄说 他已经拿到师傅澳洲的签证了 嗯 嗯 就是他可能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嗯 但是很多师兄在最后关键时刻也是帮他住院小房子 而且他投胎很快 哦 他投到他投他能够投到澳洲来的话 说明他在走的之前呢 他就是脑子里就是拼命的想的我要到师傅这里去 我要到师傅这里去他就会来 哦 哎 那太感恩了 因为是师傅也是当时开始他也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哦 在最后最后的时刻他自己也忏悔了 嗯 忏悔的时候他也是很想再留下来 但是很快 肉身肉身留下来已经烂掉没用了 最主要是他以后的会命 他如果等到他等到他投胎的话 他是过去的事情都忘记的呀 所以他有一个新的生活 一到澳大利亚了 他生在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家庭肯定的呀 哦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投在一个学医的人家里 哦 他感恩了师傅 他生前其实挺喜欢中医的 哎 你看见了吗 哈哈哈 太感恩了师傅 师傅真的是太灵了 哈哈哈 因为他生前就喜欢中医 你看见了吗 也是在在网上做一些这种 嗯 他是男的女的 他男的女的 女的 嗯 只有57岁 我相信 我相信他应该投在我 我们很快就会得到我们佛有什么一个 比方说学医的 结婚啦 生孩子啦 那就是他了 哎呦 那太感恩了师傅 师傅 因为很多师兄也是希望知道他去哪里了 嗯 他生前功德也确实做了很多 但是主要是最后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一些地方 对呀 对呀 这个是 你要知道啊 你不能借着佛在做那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的呀 是的 师傅感恩你真的非常感恩你 吵坏了啊 还有什么问题 师傅 呃我问几个问题啊 一个就是在呃 现在师傅不是说有一个祈求语叫尊师重道 如果我们祈求的话是说尊师重道一门精进是否可以 可以的呀 呃这个愿力是不是非常大 你单单尊师重道就是一个很大的愿力啊 呃 那么我们 你要是觉得你这你还对师傅很好 你还跟着师傅学 你就可以许这个愿力 而且这个愿力很大的 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障的 因为你每天都在尊师重道啊 他这个能量的他的能量会有持续性的呀 嗯 持续性和发酵性的呀 听得懂吧 听得懂了师傅 呃我呃 另外就是呃如果我们用祈求语的话 如果有呃有师兄说 他的愿力就用师傅的弟子守则和红法度人守则 作为上香祈求的那个祈求语是不是可以 当然可以就是太多了呀 就是比较多 哎你就拿一两条出来许许愿门已经挺好的呀 哦 像像像弟子守在里面尽量持树 尽量持树 本身这个话就是对那些经济不高的人 你已经吃全树了你去念他干嘛了 哦对明白了师傅 感恩师傅 另外呃师傅 我们现在有很多小的大悲哲的镜框 有很多师兄是放在办公桌上的 那么办公桌的师傅为都是一些同事 同事他们因为不是吃树的 因为有会有一些婚食在办公室吃也有一些婚 就是说一些笑话之类的不不如理不法的言 绝对不可以 呃那么他放在办公室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是 不能讲的呀这种这种婚宵话不可以 你讲的话你大悲哲你就不尊重菩萨呀 你能在佛堂里讲这种话吗 对 很肮脏的呀 你就等于把肮脏的地方放到你的嘴巴上听不懂啊 你说脏不脏了 对师傅 呃因为他本人是呃出处呃不会讲 因为是周围有同事在讲也会有影响是吗 当然会有影响了 你这个东西你放的地方不对 本身就是你有业障的 哦感恩师傅师傅我明白了 呃另外就是师傅我想问一句我自己的问题 当时我做过一个梦 那梦里边有四句话 那四句话里边有一个字是 呃序 这个序呢就是 鸡蛋的蛋下面有个月字 呃当时师傅这个四句话坑开始呢 把这个字册子呢都告诉我 但是我都忘记了 然后我写信呢给东方台 东方台师傅 呃东方台当时也是让师傅开示的 说师傅说这个人是在月亮的托福下行走 以后会上去的 那我想问一下师傅 是不是我跟月亮有些缘分啊 你呀 哈哈哈哈 月亮走你也走了 哈哈哈哈 啊对不对啊 对不对 这个这个实际上 这个虚嘛就是无子虚的虚啊 对的对的对的 实际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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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实际上就是 我们说很多事情全部了包括了啊 这个万事俱备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哦 这是这个好的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啊 啊啊啊啊啊 因为当时师傅在之前我也做过一个梦 呃梦里面也有那个开示说 呃叫你等待啊有这个名字吗叫你等待啊 嗯 嗯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梦 梦里面是说苦海修行还是苦行修行 这个梦以后我就觉得自己障碍非常大 也非常辛苦在修行当中 嗯 然后嗯最后就是做了这个梦 这个梦以后我就开始一点点顺利一点 嗯 师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过程啊 他这个虚子就是说 嗯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了 片刻之间就是会慢慢的会转换的呀 哦 嗯 那感恩师傅开始 嗯 那我我再问几个问题啊师傅 嗯 有个孩子呢他父母帮他念经他就有震恨心 会很恨他父母 他父母停下来他就不会有这种震恨心 是不是父母的业障还是孩子的业障 父母亲业障呀 父母亲的业障是吗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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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另外就是说 呃师傅就是有的呃师兄的父母呃家人过世了 然后他去庙里超度 如果是他是呃 呃庙里超度如果这个人是往天上走的话 他在庙里超度的话 会把那个亡人从天上拉下来投人是吗 到他到天上去超度 不是他过世以后他不知道他父母家人去哪里了 啊 然后他会去庙里面让他超度 嗯 如果超度的话如果这个亡人根基很好他到天上去了 他会不会被超度的呃呃 他在庙里面会拉下来去投人 呃 拉下来投人是吧 嗯 呃 要看的 要看他找谁超度 呃 如果是比较正规的庙里边呢 呃 正规的庙 庙正规里边的 人正规不正规就是问题了 听得懂吗 呃 这个这个这个对菩萨的这种这个这个正正法学习的是不是到位了 是这种概念 哦 如果你纯粹是为了赚钱了 嗯 那就不一样了 嗯 哦 感恩师傅 师傅另外就是我们现在许愿十万条鱼放针十万条鱼消除将来的老年痴呆或者忧郁症 这十万条鱼是不是可以包括甲鱼或者鲫鱼啊黑鱼啊都可以包括吗 都可以 都可以的是吗 嗯 感恩师傅开始 师傅呃有的师兄因为呃呃呃呃在呃呃在呃呃一些紧急事情的时候啊或者家人考试啊孩子考试之类的事情希望师兄们帮他助念 然后助念完以后呢因为他也觉得比较愧疚他会通过一些放声给师兄放声呃呃呃就还这个请啊呃呃这个放声的时候 帮师兄放声的时候需要注意点什么 帮人家放声嘛你就嘴巴里讲嘛就好了呀念念有词的跟人家讲呀明白吗 因为某某某某因为住院的人 他的业障他自己背呀要讲的呀 哦哦哦因为住院很多他会不 是不是需要每个人的名住院的 对啊你说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呀 哦就是可以说这句话就可以了是吗 验障的是吗 是啊 调调很多 感恩师兄 师父 你基本上我已经成立师兄了 师父 师父我今天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你保佑我能多多参加法会 感恩师父 多多的开点智慧 不是参加法会 多多开点智慧 好了 哦 师父我知道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福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师父是师父吗 是 请讲请讲 卢太长师父感恩 跟卢太长 卢太长相提 跟卢太长一些事啊 就是 之前我 我太太手机 他就是有一些 不是吸引法门的啦 就是他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 他一个想法就是说 好像我们伤生鱼的问题 就是说好像 他伤生太多 我可怕变成会阻挡那些 鱼伤啊 会捕捉更多的鱼 这些东西 你说这种是不是狡辩了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了 你举个简单例子了 你说你救人 救得完吗 越救越多 你就不救了 对 对不对啊 对 这种是什么理论啊 哎呀放生啊 越放总归是有人要补掉的 那人总归要死掉的 医生一开医院干嘛 救人干嘛 人子最后都不会死掉的 总归要死的呀 那你救他干嘛 明白了吗 我们就是不懂 怎样回复这个人生 这个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吗 你说 你就告诉他 能救多少算多少 对不对啊 帮助别人也是 能帮助多少多少 你跑到去等你说 你去帮助他说 你能帮助他怎么 你就这么一点点 一点点也叫帮助 对对 那讲这些话的人 非但 讲这些话的人 非但自己不帮助别人 还要去阻碍别人 你说这种人有业障不了 对对 好了 对对 师父讲的人 对我刚才就是这样 我太太在谈 就说 我们体持肥为白的心 就是能就一条 就一条 对了 就一条算一条的 对不对啊 总归于被人家头砍了好啊 先师父 请教师父一下 之前有一个梦境 就是说 师父来到我们的家 就师父在跟我讲话 但是我太太不亲 是我太太的梦 所以说 师父有来我们的客厅 讲话 然后 但是不知道讲什么 然后师父就 就回去了 就在我们口边 穿了鞋子就要走 这个应该是加持 加持过了呀 还不走啊 留在你家里 之前 之前 我直到今天 师父没有看 看图层 但是我是想 请教师父一下 之前 我太太有很幸运 打通 师父的电话 帮我看我眼睛的问题 就是说 师父讲得很准 就是说 我眼睛有 白内障的问题 对啊 后来我真的去查了 查了医生 看了说 有白内障 已经做了 白内障的手术了 但是现在 视力还是模糊 我又回去 给医生看 医生是说 因为白内障的手术 还没完全康复 所以眼睛比较干 视力还是模糊 会的 但是他又建立 但是他又建立 我在做另外一个 激光的手术 但是要几个月后 所以我现在很迷茫 到底这个医生 很简单了 很简单了 你现在 你现在先等啊 你等一等 看看他会不会恢复呀 点点眼药水 如果不能恢复 再考虑下一次 如果能恢复 就恢复了呀 明白了吗 但是师傅 我几年前 已经给这位医生 检查过 他之前检查是说 我眼睛这一种疾病 在他们的医学 成为夜盲症 就是晚上稍微暗的地方 看不清楚 这时候我就会看不清楚 但是他是说 这种疾病 在医学方面 他们现在还是没办法 换医生 换医生 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医生 你找他看看吧 有之前我看另外一个医生 他也是查了我的眼睛 他说这种疾病 叫做夜盲症 也是说你夜盲症 那么说明前面 那个医生是对的呀 对 所以我现在就不懂 因为现在医学方面 没办法 我一日看 师傅能 有没有可以帮我 打十点 我要怎样做 因为我目前医生 唯一他能做的 他说就是 叫我吃那种保健 眼睛的保健产品 就是让他眼睛不要恶化 你求求菩萨保佑吧 你多吃点绝明子 绝明子 绝明子 泡茶 绝明子 还有枸杞 枸杞绝明子 都是对你 是不是眼睛都有好吃的 对之前有听到 师傅也是有开始说什么 那个枸杞子 枸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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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坚持吃 中医没那么快好 但是要经常的 明白了吗 好吗 好 好 等一下 师傅 稍微等你 师傅 之前也是 其实带我去马来西亚上身 然后就算 我就有梦到 师傅 还有几个师兄 跟我也是站在师傅旁边 师傅就 就在谈论一条鱼 就是说 师傅讲得很 就是很 很法语 就是说 这条鱼讲给我们听 这条鱼 很大条 人家 一跳 一跳跳到天上去了 这种是代表什么 你一跳龙门呀 这个还不懂啊 好事情 我跳龙门啊 师傅就转转 来看这 这件事 就说明你 说明你以后 今后将来的前途无量啊 好 感恩师傅 因为 之前我是把妻子带我去 马来西亚上身 我不方便去 他就带我 带我 就带我 你要坚持啊 你要记住啊 菩萨在天上 全部看得见我们呢 好 感恩师傅 师傅 麻烦师傅 带我 加车 让我进了够快点 好 好 放在家吃 师傅 吃全树了没有啊 吃全树了没有啊 我 我现在实验 一个月 那不行的 我保佑不了你了 我不会保佑你了 我不给你家吃的 你这么连 连这么粗息都没有 你还要吃人家那些 那些肉 那些动物的肉 有没有粗息啊 动物吃什么东西的 鸡吃什么东西的 鸡的鸡鸟 你能吃吗 它长出来的肉 你也敢吃啊 猪吃的什么东西啊 你这么没粗息的 你的眼睛等着瞎吧 我不是瞎你的 我跟你说了 你给你颜色看了 你还不改啊 嗯 没改 没改 师傅 我跟你讲话 你自己听了 你要自己业障 自己背了 好吧 你要是准备下半辈子 摸的黑 走路 走路嘛 你就准备去做吧 这个东西 要要要有信心的 没有信心 根本做不到的 好了 嗯 好的 感谢师傅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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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 现在大家看到吧 没粗息的人一大堆呢 一点骨气都没有 一个男人 你说你今天要信佛了 你要求菩萨保佑 你身体好了 你许个愿意 你都不愿意 对不对 你怎么讲啊 就是说你今天 单位里的领导说 叫你做一个什么事情 你至少发愿 我领导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一定 啊 跟大家不闹 我一定要带领着大家 怎么怎么怎么 全部都是一种愿力呀 连这个都做不到 你去 你做什么领导啊 你做领导要为众生的呀 为人民服务的呀 道理都是一样的呀 喂 你好 哈喽 财大 你好 你好 财大 财大是进来呀 财大 我来打了 嗨 你好 财大 同时他讲 同时家里要安泰瑞菩萨 他的左手边是台神菩萨 右手边是光际菩萨 请问师傅 泰瑞菩萨要安再来边 泰瑞菩萨可以 泰瑞菩萨当然应该在南京菩萨边上呀 应该是面对佛台的左边呀 在左边啊 面对佛台的面对佛台的左边 面对佛台的左手边 对 他的左手边有一个台神 台神菩萨 台神菩萨你放到观际菩萨那边去嘛好了 下属 哦 观际菩萨 菩萨 观际菩萨的是 观际菩萨在右手边 他在右手边 所以你这样的话我真的搞不清楚你佛台没看见过的 心灵法门的佛台看见过了 在台湾 心灵法门的佛台看见过没有 哦 没有注意哦 你家里没有的 我家里按一个而已 按一个观际菩萨而已 哎 你去看看吧 观际菩萨在哪里的 哦 这个同时问题不是我的 哎 这个你自己看一看回答他吧 好了 好 我给他自己看 嗯 台湾 台湾 喜悦军师冬教和清修 能敲敲三分 这两个 如果喜悦两个月 能够敲敲三分二分月 如果喜悦两个月不适合容易超出六道呢 台湾 愿力越大 超出六道的机会越多 哦 如果喜悦两个月呢 不是更容易吗 会不会呢 你做得到不啦 啊 你做得到吧 后来你做不到的话 你取什么愿啦 跟菩萨吹牛撒谎啊 业障更大 明白了吗 哦 尊师冬教比较容易吧 台湾如果是尊师冬教 什么 尊师冬教 尊师冬教更容易点 容易很多 嗯 心修比较难一点 对啊 清修你说难不啦 哦 清修要干净啊 看见 看见男女异性 都不能多看呢 哦 明白 有多病 才起这个两个两个月 还是没病前起院 阳错药到时起院比较 哪一个有什么分别呢 这三个 你说什么 没听懂 如果有病时才起院 起这两个大院 还是没病时起院 还是阳错药到时才起院 你当然早点许愿好了 你等到生了病再许愿 那是临时抱佛脚啊 听不懂啊 哦 不是讲 起队一个月马上消三分之二啊 没有这个事情的 你这个人要靠平时 觉悟越高取的愿力越大 哦 能力效果越多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我机会不开 我以为有病时才起这两个大院 更快 更好 哈哈 你 好了 讲了 哦 明白了 采反 我这种你可以起尊师重道的愿吗 这个大院吗 你啊 你可以 起尊师重道你没问题的 你对师父不是蛮重视的吗 对不对 会不会打师父对话比较容易的 什么 打师父对话比较容易吗 打师父对话比较容易吗 打师父起了这个愿 哦 那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 没有 那没有的 没有这个事情 哦 没有这个事的 嗯 没有问题的 采反 帮我开出 养地 养地 你就第一要好好的修 修 修心啊 第二 你自己呢 有时候人家给你的东西 你要试着先回答 哦 听得懂吗 你先试着回答 明白吗 如果 明白 如果你回答的话 就会 回答不了 就 就就就就 就再问师父 先试着回答 好吗 嗯 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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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学佛 做人 做事情 都要 如理如法 啊 因为你要是不如理如法的话 你会伤害自己 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众生啊 就是啊 因为不了解这个 这个这个人生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才会做错事情 如果你每个人都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你就不会做错事情 啊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 每个人 啊 每个人都要都要懂得这个世界上啊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你只要有心去学佛 你一定能够成功的 你只要好好努力 啊 他那个电话被他一搞 人家就打不进来了 麻烦了 看还没挂掉啊 喂 你好 啊 给你八分钟 喂 喂喂 师父 给你八分钟啊 八分钟 哦好好好 师父我问几个问题 同修梦道先生送给他一个戒指 戒指是戴在小纸上的 请师父解梦什么意思啊 送给戒指戴在小纸上 他可能跟他先生拜拜了 总有一天 因为戴在小纸上就是没 终生不结婚或者是没有婚姻 哦 这样子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还有同修上香的时候 想靠近 菩萨近一点 但是觉得人的肉体不干净 请问上香的时候 拜殿要离佛才多远适合 我看你家里有多大 你如果家里大的话 你就远一点 对不对啊 你虽然是肉身 菩萨也没嫌弃你啊 只要你脑子干净就好了 对不对啊 好的好的 还有同修他是孕妇嘛 然后梦见胎中 父中的胎儿 冤结比较深 而且孩子明年就出生了 和同修是同一个属相 他就想问师父 孕期的时候可以念姐姐 这种化解和胎儿的恶缘吗 可以的 早就可以念了 早就可以念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此备开始 还有裁剪小房子 修剪 搁台供花的 这个剪子剪刀 必须是要用前面 圆头的剪刀 还是 就有的人说 无论剪什么 都要用这种圆圆的头 的剪刀 是这样吗 从道理上来讲 他讲的不无道理 因为剪子本身就是 剪断情思啊 剪断缘分啊 如果你用圆的话嘛 就是比较圆融的来包容 实际上这虽然是 不会对他 直接产生什么效果 但是至少在你心理上来讲 你想把这件事情 做得圆满呀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此备开始 同修梦见吃面条 和油炸的食品 特别好吃 吃了很多 他这个在梦里 然后呢 现实中第二天 他脸上就过敏了 然后他就想问 为什么梦里吃了油炸 现实中也会发出来呢 梦里吃了油炸 为什么现实当中 也会发出来 很简单 因为你的意识当中 已经在吃了 所以你的意识 灵魂 指导着你的身体 和指导着你的行为呀 嗯 好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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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此为开始 嗯 还有就是 同修梦见师父 坐在讲台上 他和先生 坐在下面最前排 他们两人 前面都有两盏油灯 一盏是用常规方法 灭掉就可以的 另一盏是要用嘴吹灭的 梦里做梦人 灭了第一盏油灯 然后师父催促说 湘然完了 呃 快用嘴吹灭第二盏油灯 他就拼命用嘴吹油灯 然后就醒了 呃 同修想问这个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 叫他拼命念经啊 吹什么油灯啊 念经啊 哦 哦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然后 还有几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好 哦 我我我再分享一个 简短的一个分享 呃 师父 呃 同修在九月份的时候 度了他的侄子 侄子和侄习 马上开始念经了 呃 夫妻双修 家里很很快就请到了 东方台的 菩萨像 设了佛台 在他们刚刚修修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今年的十月二十九日早上六点 侄儿的妈妈约了他二舅邻居赵博到市市场 就是卖两只大鹅 途中呢 对面开过来一辆轿车 直接奔向侄儿妈妈坐的车撞过来 车上的二舅和赵博撞飞出去了 撞到大树上又弹了下来 二舅伤势很重 当晚十点多去世 赵博第二天早上两点没抢救过来 也去世了 两个大鹅是当场就被撞死的 侄儿的妈妈回忆说 当时对面车撞过来时 就感觉有人在背后推他 他眼睛突然特别亮 有一道光 他马上当时就喊菩萨救我 他被撞出车外 胳膊垫着脑袋 侧握在了地上 进医院检查脑袋 轻微有点淤血 经过治疗身体很快 康复出院了 侄儿给同修打电话 哭着说感恩你的大姑 让我修心灵法门 是观世音菩萨救了我妈妈 观世音菩萨真是闻身 救那一人修行 必应全家 所以他想 就是要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心灵法门 分享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菩萨和护法神 慈悲原谅 是啊 就是真的 就是讲真话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师父问一下 就是有同修梦到菩萨说 他是菩萨派下来 保护同修的 或者他会在梦里说 菩萨说了这个同修 就张三同修有什么毛病 李四的同修有什么毛病 那么这个做梦同修就直话直说 说出来告诉同修们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同修做梦 做出来的并不是 他认为的菩萨说的话 那他这样子说出来 是否有业障 如果说出来的话 如果不如理不如法 就有业障 他自己要分析的呀 哦 那如果有正能量的 就属于正能量 那当然了 正能量当然了 正能量 是否不要做梦 我讲出来你都是对的 嗯 对不对啊 你没有正能量啊 你很多人自己恨别人了 假装说做个梦 编一个梦 说他不好 大家都来讽刺他 污蔑他也有的呀 对确实是有的 嗯 好了 嗯 那像如果他梦到菩萨说 他是派下来保护同修的 像这种梦 他应该不应该说 还是他自己低调一点 知道了 低调一点 知道就好了 哦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 同修公司要装修 是写法人名字 房子的要经者 还是实际管控 这个公司 人名字的房子的要经者啊 你要看人家要求的 人家要你写什么就写什么了 哦 好的 管控嘛好的一点呀 法人们你要负法律责任的呀 哦 明白了 好的 还有就是同修 他装修要在冬之前结束吗 装修最好在冬之前了 哦 明白了 那师父曾经说过搬家或装修 可以根据本人的生日的月份选择单双日 那如果是公司搬家 呃 也是这样子来吗 是啊 也是这样 好的好的 呃 呃 还有就是 嗯 之前有一个老同修 每天为自己家里的佛台念诵九遍大悲咒 呃 祈求与世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家佛台气场好 他就这样祈求了已经四年了 还许愿了 那这个佛台是他自己父母家的 父母都八十岁了 请问他这样子祈求念诵如理如法吗 会悲业吗 嗯 没关系的 只是他悲的少一点 悲的多一点的问题 哦 好的 好的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祈悲开始 师父还有几分钟啊 好了 两分钟可以了 嗯 哦 可以了 哦 嗯 嗯 那个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呃 同修去年被下降头 呃 已经安学佛问答上的开始念经念小房子了 下面他有两个问题想 想要问一下师父 他前几天烧送了三张化解冤解小房子后 晚上梦见嘴里吐出一大口黑血 请问是不是这个降头得到了化解啊 是啊 吐出来的黑血的话 当然是有好处了 嗯 哦 明白了 他去年被人下降头后 主要是让他破财 直到现在他经济还没恢复 他就一直求观世音菩萨 能让他有一笔 这个呃 这个经济运作起来 求完后能 就是都能做到好的梦境 但是现实却都应验在身边的朋友身上 对 他走得近 嗯 对啊 就是这样的呀 哦 哦 就是他自己本来 呃 就是身边走得近的人本来运程很差 结果呃 就是结果对方都变好了 他自己越来越差 那给人家给人家这个运程拿去了呀 有的呀 嗯 那他应该怎么办 他怎么办 他继续努力呀 哦 他少去少去管人家的事情啊 没办法 他自己都修得不好 嗯 哦 好的好的 行行 好的好的 他们今天自己的问题 他们自己也将自己的 感恩师父感恩关心 师父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的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好久不見了